Yay 哈囉 大家好 小田同學今天要帶來這兩台 一台是16年式的 Super B 控比 1.8 TSI 一台是17年式的 Super B 控比 2.0 4x4 LMK 那我們主要是要比較 它一般版本 以及它的頂規版本 它的配備 還有它的重力配置 那我們今天會做它0到100的加速測試 還有聽說 LMK它有做加強在ABC速 以及車內隔音的狀況 所以我們會去試 兩台車的高速分配測試 以及0到100加速度 那剩下就做車體結構的鑑定 以及內裝空間的一個介紹 首先先介紹兩台車的動力配置 這台配的是DQ200的變速箱 那它是7速乾式的 它的最大馬力是180匹 最大扭力是25.5公斤米 那它是前輪傳動的 左側這台LMK 它是6速濕式的 DQ250變速箱 最大馬力是280匹 最大扭力是35.7公斤米 而且它是全時四輪傳動 接下來我們看到它的外觀 兩台車 隔一年款式外觀 其實是一樣的 比較不一樣的是 LMK 在它的車身 會有它專屬的Mark 那它是在1895年 從自行車跟二輪車 開始的一家汽車公司 在1925年的時候被Skoda收購 然後在26年的時候 正式把LMK這個Mark取消掉 但是就變成了Skoda頂規 配備的一個標誌 那它的椅子 這邊也會有壓印 在前面的木紋飾板 也會有 整個都會凸顯出 它車子 頂配的一個氣勢 那外觀方面 從前面 搭配的都是HID的頭燈 還有LED的日行燈 它整體車身的這些零線 都是依據他們捷克特產的水晶線條 去做設計 所以你可以看到車身側 從車頭到車尾 它是一個很對齊的切割線 讓整台車更顯得非常的俐落 外觀非常的前衛 還有側裙部分 也是一體成型 一線過去 你都不會覺得說它中間有段落 那就是跟水晶柱一樣 它是非常的實現整齊的 接下來介紹它的輪框 那LMK這台它搭配的是 245 40 R19的胎 那在動力表現 280匹四輪傳動 再配上19吋的胎 所以你等於整台車 是黏在地板上的 那前座部分 我可以看到 它有架構盲點偵測 那這台車的車主 它非常的用心 它有將近20萬的選配 尾燈部分 那它也是把靈角做得非常的清晰 它是LED的 接下來我們看它車屁股的部分 它的4x4很清晰的 顯示在這裡 然後再搭配雙粗的排氣管 從後面看起來就非常的有跑感 而且前車主還有加裝一個 腳踢的尾門 更大的提升這台車的整體質感 雖然我覺得 它的腳踢尾門沒有那麼的靈敏 前座椅子部分 那它是電動的 它有三段式的記憶椅 這邊特別看到 腰靠的部分 也可以做個調整 有的人 習慣是 腰座的比較挺 或者是比較靠後面 它都可以做一個調整 是非常好的一個設計 我覺得SUPER B 它最大的特色 之一是 它擁有於 7系列能夠相媲美的後座空間 像我 170公分的身高 坐在裡面 前座剛剛 大概也是我的位置 它還會有三顆拳頭左右的長度 後面有第三區的恆溫空調 有特色的地方是 它的副駕駛電動調整 可以從後座去做個調整 所以說你後座的人想要有更大一點空間 那 專注於後座乘客的話 這邊 是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那我們稍微再測量一下 它前後座的距離 用這個車距離 以170公分與前座的距離 它還有87公分的寬度 腳的部分 腳的部分還有33公分 那是非常寬敞的 我們再測試一下 左右的車寬 那左右車寬的車內空間 1.42米 那對於後座的舒適度 是非常足夠的 再接下來 它的後車箱 搭配也是電動的尾門 那它有兩種嘛 傾倒前跟傾倒後 傾倒前 這是660公升的容量 就已經非常夠囉 可以放到各種尺寸的行李箱 測試一下 它的後車箱容量 那放起來空間 還滿足夠的 660公升 也不會卡到門 我覺得還有一點 是我很喜歡 Super B的原因是 它的後座 就可以直接 在行李箱的位置 去做一個傾倒 因為像有的 有的小一點的先備車啊 它的都是一定要到 第二排座椅 去做板動 它才可以把它椅子做傾倒 那它的方便性 是其他車沒有辦法做比較的 我們先從它的方向盤看起 它是有搭配定速ACC 以及車道維持的功能 待會我們在路上也會給大家做個測試 看到儀表板這邊會顯示 那因為它是加裝的 所以它的調整 從左下角 定速撥桿這邊 去做它距離的一個測試 好 開放看一下螢幕 然後它的螢幕 它的螢幕也從一般版的 6.5吋 直接升級成8吋的大螢幕 那它的氣氛燈 從原本的三色 可以調整成十色 是它的一個特色之一 從設定裡面 然後找到這個 ambient lighting 然後可以去做顏色的調整 那氣氛燈主要 是在這螢幕上有顯示 它的左右側門板上面 以及前面中傳部分 可以去做調整 那白天比較沒有那麼顯眼 我選一個紅色好了 讓大家看一下 那在車內其實 會蠻提升一個質感 還有比較特別的是 它內建SmartLink 就是由安卓還有iPhone 去做整合 我們這邊 直接把它跟我的手機做個連接 它就可以直接連上 所以也不用再去改安卓機 那直接就可以跟車機 去做一個連動 是非常方便的 還有在17年以後 SUPER B控比 它 在中傳下面都直接 標配 無線充電器 在這邊 那如果您是老婆 擔心老公 開車滑手機 就可以把它關起來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點 順便跟大家做個分享 那排檔面板部分 我們首先先看到排檔桿 一樣有LMK的標誌 就像是賓士AMG 或是BMW M-Power 它的性能 這LMK就代表它的性能 然後 循跡防滑開關 模式的切換 在中間面板 會有顯示 有節能 然後 Comfort 然後還有 Super 然後這邊有 引擎代速起閉 然後右側 有個自動停車 然後註冊雷達 還有尾門 開關 再到下面 Auto Hold 這一定都是17年的基本配備 然後電子手煞車 還有中控鎖 而車內部分 還有全景天窗 是非常適合在野外露營的時候 你可以在車內看看星空 享受一下大自然 好的 白色那一台1.8TSI 它已經有SAFE的認證了 所以我們就不特別去做 它的車體結構的鑑定 現在換到這台4x4 LNK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水箱支架 它是16年25週 16年26週 它的螺絲 葉子板螺絲 都是沒有轉動的痕跡的 看一下它的兩頭 也沒有板丘的痕跡 也是一樣 都是原廠的狀態 引擎蓋 是正常的 壓一下 它這個膠條 彈性都還是在的 那代表車頭部分 是沒有問題的 它側邊原廠的SPORT點 都還在 由上到下 然後下面的6顆 也都是還在 再看到它這邊 車身的編碼 都還在 然後腳鍊這裡 也都是正常沒有調整 後門 右側 副駕駛的門板 再來看到後門 最後 還是要再炫耀一下 腳溪的尾門 那整台車 做完車門 前面引擎室 以及後抖 的鑑定之後 它這台車是沒有經過碰撞 然後沒有任何的失誤狀態的 那這邊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謝謝大家 接下來看到這台 16年式的 Super B Combi 1.8 TSI 那它的外觀 一樣 是配LED的日行燈 然後HID的大燈 車身零線 那車身零線 也是依照 捷克特產 水晶 去做設計的 從頭到尾一體成型 比較不一樣的是它Super B 的夜市板 以及前門 會有他們專屬的標籤 鍍克的 那後照鏡部分 方向燈 的車燈也會顯示在這一側 然後就連你從後方 也可以清晰的看到 比較不會有視線上的死角 然後再往後 看它的胎皮 它搭配的是2155R17的輪胎 因為它的動力表現是180P 不會像4x4的280P 需要那麼大的胎 那原廠也依據它的需求與使用 去做輪胎的調配 尾燈部分 是LED的 那它的零線 也表現得非常清晰 且明顯 以及現代感 那它的排氣管 是藏在車下的 在左側這邊 所以是把它隱藏起來看不到的 比較不會有那麼 暴力以及運動感的視覺表現 那它的後車箱部分 我們待會 會在4x4那台 為大家做介紹 因為它的車內空間 以及後車箱是一樣的 同樣也是搭配電動的尾門 配備部分 那它的椅背 也是可以做膨脹調整的 也搭配三段式的電動機 再來我們看到 它的中央螢幕 搭配的就是6.5吋的 那方向盤部分 它的定速 在它左邊這個定速撥管 然後這邊是音量的控制 那右側 一樣是電話的接聽鈕 以及旋鈕的控制 搭配雙區恆溫的空調 然後在2016年的樣式 它是沒有無線充電 所以它只是一個手機的置放空間 再來我們看到 它的排檔面板部分 引擎的節能起壁開關 以及註冊雷達 還有後方行李箱開關 然後Auto Hold 電子手煞車 以及中控螢幕 那它的中央扶手 空間維持的蠻棒的 還有零錢置放格 那這個可以再把它掀起來 做多樣式的一個空間的運用 那Super它搭配的都是SmartLink 就是由安卓以及Apple 去做整合 那我們就直接插入它的USB插孔 然後再連接上手機 讓你可以不用像一般 可能你買一些比較低配備的車子 需要再去改裝安卓機 都不用 就直接可以使用 好的 這台白色的Super B Combi 1.8T 我們就不特別做車體結構的鑑定 因為它的SAFE認證書是已經下來的 那它的SAFE認證書是這樣 它會看也沒有泡水 然後引擎號碼 車身號碼是不是有問題 骨架是不是有修復 然後是否曾經是營業用車 那它會去看它的板件有沒有更換 然後它的前後梁有沒有撞擊或板修 然後ABC柱是不是有焊切的一個狀態 那這台車都是沒有問題的 還會檢查引擎變速箱電器 及轉向系統 代表這台車完全是良好的狀態 給大家做個參考 謝謝 我們把車停原地兩秒 然後讓機器做個歸零 打到S檔 那它的0到100成績 在8.41秒 給大家做個參考 接下來我們會上中美快速道路 測試一下這台16年式的隔音 那目前在平面靜止狀態 它是落在42、43左右 好的那這一台 Super 1.8 TSI Super 1.8 TSI 高速開起來 分貝大概都落在6、2、63左右 那隔音其實還是會輸雙低一點 但是以 國產車來做比較的話 那也差蠻大一截的 車內的寧靜度是足夠的 那開起來路感的部分呢 因為它可能 MQB的底盤真的模組化後 它的向性還有它的調性都是蠻均衣的 那開起來是蠻舒適的 我覺得比較不能接受這台車的點 大概就是它的 英文化的介面 沒有辦法調成中文 然後開起來不會覺得車身太長 那是可以接受的 動力部分180匹 其實在相同級距的車裡面 也是足夠的 那會蠻推薦 如果說你不是那麼熱血的人 但是你想要大一點的車內空間 那以及稍微有點動力 在你遇到狀況或者是趕時間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速度上的加快 那這台車會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好的 今天來到小田同學最期待的環節 就是測試這一台 Super Combi 4x4 LNK 2.0 那我們先調整一下 把它的循跡防滑關掉 那剛剛1.8它只有 關一般循跡防滑 沒有這個support的模式 那我們把它開啟 那這邊就會顯示 進入support的模式 然後再讓我們的APP 等它做一個歸零 我們將檔位排入S檔 左腳踩煞車 右腳踩油門 它轉速會維持在4000 大概4100到4200轉左右 然後做個彈射 那這次的成績是5秒61 官方數據是5秒8 所以代表我們這一台 比官方數據測出來的還要低 給大家做個參考 接下來 我查過資料 它是說16年跟17年的Super Combi 會有一個差異 它會在ABC柱 以及駕駛座下方 後座下方 去做隔音的加強 那我們今天就特別去測試一下 它在高速上面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子的差異 這樣看來比較起來 早上通常 早上的Super Combi 它的隔音都落在62到65分貝左右 那這一台隔音都落在58到62 那它們相差差不多5分貝 隔音效果多少是有點差別 但是差異性沒有到差的那麼多 接下來我們測試這台 LMK它的車主是有加裝一個車道偏移 以及ACC自動跟車 那我們把它時速設定在80 也就是我們這條中北快速道路 它的限速上面 看一下它的方向盤 它的方向盤是有在做辨識的 有在幫我去控制 然後我的腳也沒有踩著油門 可以看到前面 那我覺得比較可能會讓我害怕的地方是 它都是定位在右邊的時線 那我的車身就離右邊會比較接近 我一直可能心裡會有一個感覺是 我好像太靠右邊了 會有一定的危險性的感覺 接下來看我們靠近前面車的時候 它有沒有做煞車的一個動作 有一樣開啟物的定速 那它加裝的ACC 它會在波桿這邊 去做一個距離的控制 然後我把它距離調近一點 然後把時速稍微調到100 看距離前面那台休旅車 近的時候它會做什麼樣的反應 它一直保持一樣的距離 然後時速維持在70跟它一樣 可是我的定速設定已經在110了 所以它的ACC的作用也是蠻準確的 那中間它也沒有讓我感覺 有太嚴重的頓挫或是什麼 是很平順的在跟著前方的車輛 所以加裝的這個ACC效果蠻好的 我蠻喜歡的 那剛剛在車試圖中我發現 它的車道維持跟定速還有自動跟車 它會在一定時間內 它會警示你 像你可能大概過了1分鐘左右 沒有握方向盤 或是操控它的時候 它會有警示 然後這邊還是 在虛線的部分 你還是要手握方向盤 因為它可能沒有到這麼的準確 可以抓到虛線 還是以實線的辨識為主 好 那我們測試一下 它剛剛那個警示的功能 它剛剛中途還有一直閃紅燈提醒 以及幫我做一個預防煞車的動作 那可能是要提醒駕駛人 你可能是不是在打瞌睡 或者是過久的時間 你沒有去做一個車輛的操作 他擔心你會有安全上的顧慮 有沒有 它現在叫了低聲 然後一直幫你做一個小煞車 提醒你 我這邊都沒有踩方向盤 所以這是一個蠻安全的設計 那我不僅覺得前車主真的是一個很酷車 然後又敢加裝配備的人 非常推薦它 好 我們現在要測試它自動停車的功能 那我們後方有一個 停車格 那我們按 然後讓它感應一下 然後幫它排入R檔 把它抓一下停車格的位置 它這邊有顯示 它現在告訴你說它找到一個車位了 這時候你就把它停住 打成R檔 對 打成R檔 然後讓它自己稍微去做控制 它方向盤已經開始幫你打了 這是我們手中有去控制方向盤 它再幫你緩慢的去把車給停好 你們看到這個視窗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已經在幫你做變換的動作 OK 好 它停了就往前 那再幫你往前打 讓你把車停好 OK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已經幫我們把車輛給停好 停在一個停車格的位置裡面了 那以上影片 讓大家知道這輛車有加裝了許多的配備 包含自動跟車 自動煞車 車道片椅 以及自動停車 這都有的 謝謝大家 今天做完兩台 Super B Combi的測試 相信大家 心裡已經有自己想要的車子了 右邊這台 1.8 TSI 是一個好爸爸的形象 那外加超大的車內空間 以及舒適的車內環境 那左側這一台 也是好爸爸的形象 但是卻是一台披著羊皮的狼 有280匹的馬力 然後舒適的車內空間 以及20萬的選配 那它們的價格分別是 店面價 79萬8 那我們網路優惠價是76萬8 左側這台4x4 它的店面價是99萬8 我們網路優惠價只要96萬8 都可以給您做選擇與參考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準時收看我們的影片 那如果您有孤車的需求 也可以上我們的 AutoStar網站做線上的孤車 我們會有專人道府為您做 免費的孤車服務 謝謝大家